試做的就是看著這個動作 壓下 緊住 填料 等一下會蹦一聲喔 填料的量大概是700公克 600到700到800都可以 因為它很燙所以 不可以碰 不可以用手碰 不可以亂下樓上來 不可以亂跑 把這個耳朵捂起來 好 大家有聽到嗎 好 澎發生的原理來講喔 它就是利用加熱 對 那主要能夠澎發的 食材是什麼食材 對 什麼食材才有辦法浮發 什麼食材可以浮發 主要是澱粉質 為主的 五類才可以浮發 為什麼 好 它有 它有一些水分 那這些水呢 就是要讓它形成有塑進 好 高溫也可以讓澱粉產生浮發對不對 所以在加熱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攪拌 那什麼 那既然是澎發 一定有所謂的壓力差 那它的壓力來自於什麼 它的壓力來自於水 骨類的水 變成水蒸氣 然後在一個密閉的系統下 那壓力會不斷的上升 因為你在不斷的加熱 那壓力就更溫度成正 好 OK 所以加熱的時間越久 當然它的壓力就會越大 那壓力差 我們大氣壓的壓力差就越大 然後當你壓力差來到你想要的地方的時候 打開 瞬間施壓 它就造成瘋 由於澱粉的 它在加熱的過程它具有塑性 因此呢 在澎發的一瞬間 它 內部的壓力 得到釋放 它就由內部往外 了解嗎 對利用